所以他講台語的那種 傀儡他一定會 希望是可以精準地抓到 在錄音室我就會跟他在這一塊 就是經常有那種 你來我往那種 有一點火藥味了 最後是誰勝利 我只能說平手 妳坐在我前面 我聽妳這樣唱歌 我這樣看著妳 這樣聽妳講話 我就覺得好像舞燈獎 那個事情是昨天 舞燈獎之後很快的 我覺得時間飛得好快 真的 妳已經變天后 這一段時間的運輿 這一段時間 其實我真的覺得說長 不常說短不短的 因為在我前面有很多的前輩們 都唱了很久的 其實對我來講 我真的覺得我當歌手 是一個非常奇妙的安排 就是上天的安排 因為我是從部落出來的 從鄉下部落小朋友出來 然後我沒有想過要當歌手 可是就是他安排了我走這條路 然後開始從什麼都不懂 只知道唱歌 到後來必須 所有的事情都必須去學習 然後去適應 這一長段的時間 真的這個中間有苦 有樂 有高 有低 都有了 都有 對 我覺得這十幾年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精彩的十幾年 我希望可以用這個 這幾年所遇到所有的事情 或者是有的靈感 或者是有的感想 可以往下 就是接下來有更多好聽的歌 可以出現在咒評 會的 因為妳現在已經送給我們 一張非常好的新專輯了 像我覺得我有時候打開電視 頻道我一直轉… 我看到好多年輕朋友們 然後主持人會問他說 妳希望妳來唱歌是什麼目的 我希望我將來可以變成張惠妹 她們唱的也是阿妹的歌 我那時候愛上KTV 也是因為喜歡去唱妳的聽海 妳現在在看打開電視機 她們也說要學妳 就是妳就是她們的目標跟榜樣 妳覺得台灣呢 妳真的覺得台灣 還會有下一個張惠妹嗎 我覺得應該有 就是 其實在音樂圈這個圈子裡面 其實它一直不斷地會有一些 新的火花出現 跟新的人才 那我覺得那是好的 因為其實現在有很多 非常有才華的人 她們已經有很多的舞台 可以讓她們去發揮 我覺得要好好的把握 那不難…我覺得不難一定會 會再出現更多更多像我們這樣子 在台前唱歌給大家聽的 那只是說這個可能時代的有一些不同 那現在的小朋友可能對於覺得 好像當歌手會覺得是很簡單 然後應該是滿輕鬆的 那可能就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後 有原因的 妳要努力 妳有認真 妳有學習 人家才會看得到妳的 妳所表現出來的那個能量在哪裡 我們現在大家都看到 張惠妹她在發光發熱 可是我覺得 我不曉得 妹妳心裡會覺得遺憾是 您的父親他沒有看到這一幕 他沒有辦法看到現在的妳 其實爸爸這一塊我覺得 對我來講真的是遺憾 因為我以前其實喜歡唱歌愛唱歌 那也只是因為在部落裡面 我們的生活唱歌跟跳舞是一件 非常自然的事情 很生活的事情 它並沒有特別是多麼的特別 它是生活的一部分 對 它是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是我爸爸讓我知道說 我好像有能力可以去跟人家競爭的 那當初是因為我爸爸 然後我去參加五燈獎 然後在這個很多的比賽之後 我才驚覺地發現說 我好像可以有能力跟 就是站在台前唱歌給大家聽 那當我真正當了一個歌手的時候 我爸爸就不在了 所以他其實是沒有看到我走這條路 就是當歌手這個 所以我就覺得很可惜 一個遺憾 對 很遺憾 這個遺憾轉化成為一首歌了 一首歌叫《掉了》 這首歌是清崩寫給你的 是 就很謝謝 因為其實我當初知道的時候 我有點嚇一跳 因為他說他是好像看了什麼報道 然後就聽到我在說 我跟爸爸之間有一段故事 那對他來講他覺得很感動 就是有觸碰到他的心 所以他覺得他想要完成一首歌 然後讓我聽看看 那當他寫完之後 我一拿到這個歌 我進錄音室 我就是整個情緒是 就是崩… 崩潰了… 崩潰了… 但是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是出奇地快 因為情緒很容易就進入 所以我也很謝謝他 就是因為這一段故事寫了這個歌 那這首歌我也… 現在在唱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是唱給爸爸聽的 對 你知道這首歌有多棒嗎 這首歌它是有張惠妹的口吻 它有張惠妹的口氣 但是它又有清風唱歌的那種印子在 因為它就是幕後 我們一起來聽 一起來的藉口全… 全…掉了… 黑夜 黑夜 很多時候我自己會想 就是往往有些時候 我要丟掉 拋棄我自己原有的 有一些某些部分 要來成就 就是或者是當成 大家心目中的那個張惠妹 所以那個有得有失 如果有你 嗶 個 嗶 嗶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